为了促进台非两国教育上的合作交流 以及推广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 特别前往马尼拉市的圣汤马斯大学拜会 由校长达哥获一神父亲自接待 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一行人 伊底达马尼拉圣汤马斯大学 就受到了该校校长达哥获一神父 热忱的欢迎与接待 陪同前行的还有新闻组组长庄正安 105年外交部国际青年大使访问团团团长孙锡仁等 林松焕代表也在工作人员协助下 在贵宾部上签名 此行除了恭喜达哥获一神父连任校长一职 并邀请达哥获一神父到台湾访问 也希望该校能继续加深 看台湾的大学双兵文化教育的合作与交流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和圣德托马斯 有非常悠久的一个友谊 这个学校里面甚至还设置了蒋经国的中心 在他的图书馆里头 也有我们不少的尝书 所以我们珍惜过去所立下的良好的基础 我在担任驻菲律宾代表 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良好基础之上 继续在配合新南向政策的时候 能够更加增进我们和圣德托马斯大学的教育联盟 以及教育的合作 圣德托马斯大学是在1611年 由天主教玛尼拉总教区大主教 米尔尔·德贝纳维德斯创办 拥有将近400多年历史 是亚洲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学校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学校 培育出无数个国家英雄、圣人等 对菲律宾人民和国家发展贡献良多 达克会议神父也欢迎台湾的学生能前往就读 整场拜会交谈热络 最后就在双方护赠纪念品以及合照后圆满结束 档护文念是王永新菲律宾玛尼拉采访报道